現在教大家最基本的考課試線 穿線的方法 然後一般我們正常會由左而右 第一支針、第二支針、上勾針、下勾針 然後我們從第一支針、第二支針、第三支針、第四支針都ok 但是我一般正常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從第四條線先開始穿 然後再入一續四三二一慢慢穿 好首先這個下來的時候呢 每個洞都要穿到 然後你只要每個洞都有穿正確的時候 一般正常的針距都會很漂亮 這有兩個洞 這個也可以這個也可以有的人會穿這樣子一個洞 有的人會穿一個洞再拐過一個洞 這個也是一個這樣子有的人會穿這樣子 但是一般正常 呃比較簡易的方法 我會只挑一個洞就穿 這個第一個洞 好再來穿這個地方 穿過來 然後要繞到鐵片 由右繞進去 下面還有一個 正常的方法你只要線穿的對 大部分的講計都不會差的很離譜 好再拉下來 對不對 好再直接 一般正常正常來講的話 每個車子大概都有這個線圖 如果不清楚的地方 你大概就可以一個順 一條一條這樣 穿下來 然後它上面一般正常 每個轉線的地方都有 顏色 藍色 紅色 黃色 綠色 然後每個點 每個穿線點的孔 幾乎都會有顏色 譬如說這是綠色的點 黃色的點 紅色的點 藍色的點 跟著點的沿線 跟著點的 地方走 然後有顏色的地方走 應該是不會錯的很離譜 好你看到一個洞 兩個洞 三個洞直接順的 下來 我現在穿的是第四條線 由左邊數過來 一二三四 那如果你要由右邊數過去 那當然就是第一條線 好你看喔 這是一個綠色的點 來我們就用小編特寫一下 看到一個綠色的點 OK 穿的輕鬆 車出來就漂亮 所以呢 很輕鬆的穿 也不用擠一個洞一個洞慢慢來 第四條線有稍微比較不好穿 其實都還OK的 好 那萬一碰到有兩個孔的地方 你看喔 他有一個是黃色的點 一個是 綠色的點 綠色的點 當然就是第四條線的 黃色的點 大概就是第三條線的 然後呢 有兩個洞就是 你一條三線一條四線 萬一碰到有 這樣子單一個孔 但是他是黃色的點 那對不起 那當然就是穿 第三條線 黃色的點 碰到一個 綠色的單一個孔 就是當然是第四條線 綠色的孔 OK 好來這跟著走喔 好現在是第四條線 穿過來 好這邊還有一個 不一樣的綠色 這條稍微比較 呃 說困難也沒有 還好 比較難穿一點 再拉過來 好啦這拉到這邊來 對不對 等一下再拉過去 下鍋車本來這地方 那我們就用順時鐘的方法 幫他轉 轉到退到最 後尾巴的地方 最後面的地方 注意看喔 現在有一條線 要幫他拉出來 剛剛我們穿過去的 好拉出來 這就是我們剛剛 然後再把 第四線的下勾針 轉到 看得到的地方為止 然後我們剛剛是 這樣進去 剛剛這樣進去 然後現在是要從後面 再拉出來 再一次 這條線稍微比較那個 有看到了 我要從後面拉出來 對不對 OK 好 來 再重來一次 這個地方稍微比較 有一點點 看不太清楚 再來 我現在穿的是第四條線 綠色的點 現在是接近 下勾針的地方 好 叫小編拍近一點 大家有看到了嗎 再穿過去 留一點點線頭過去 好 那轉這個地方 轉Pulley這個地方 順時中方向 這樣 讓他 下勾針退到 左邊這個 地方來 大家注意看喔 有一個線頭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線頭 好 這樣是我們從正面 穿過去 那我們要先 現在要從後面 再幫他拉出來 再看一次喔 我現在拉那個線頭出來 有沒有看到線頭 好 拉出來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孔 那我們現在就是 有理而外 這樣穿出來 大家看喔 有理而外 有沒有看到 有理而外 這樣拉出來 好 再一次 有理而外 剛剛是從正面 現在從背面 有理而外拉出來 OK 好 穿得輕鬆 就車出來 就漂亮 大家有看到線頭 來 最 一個比較 稍微 藍穿一點點的孔 就是在這個地方 來小邊靠近一點 有沒有看到一個小孔 在裡面 非常的裡面 要頭要彎進去看 才有看到 嘿 來我轉到正面 給大家看一下 來轉過來 就是這個小孔 對 對 對這個小孔喔 這個小孔 好 大家看到這個小孔 對 好 我再要把他轉回去 現在呢 剛剛有理而外 現在由外 而穿進到那個小孔裡面進去 好 好 有看到了 來再一次 我把他拉出來喔 這是最後一個孔喔 第四條線的最後一個孔 我慢慢拉給大家看喔 這個非常的 稍微比較重要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那個線頭拉出來 來 OK嗎 好 大家一定沒有看清楚 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一次 再拉出來 給大家看喔 來 來 好 然後慢慢拉出來 拉給大家看 然後慢慢拉出來 有沒有看到 來 看到線頭出來了喔 然後有看到線頭出來了喔 慢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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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有一個線頭在 這樣第四條線就OK了 就這樣子 OK 好 好 接下來我們教大家穿第三條線 黃色的點穿黃色的點 綠色的點穿綠色的點 好 直接再下來 跟第四線的穿法大概是一樣的地方 只是區別在 上勾針跟下勾針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幾乎都是平行的走 第四條線怎麼走 第三條線大概就怎麼走 大家相輔相乘 平行而走 再來 一樣喔 跟第四個洞一樣 再下來 由右 而拐到鐵片裡面進去 來 一樣跟第四條線 一樣喔 然後再進去 好 再接了下來 對不對 一樣喔 跟第四條線一樣 為什麼一直強調 就是因為兩個是平行的東西 所以呢 你第四線穿的OK 第三線就一定OK 第三線穿的OK 第四線 那當然就更OK啦 好 穿過去 好 人家台語講的 直接跟他拉拉 這樣就跟他拉拉 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 看到了喔 黃色的點 紅色的點 然後現在就一樣 跟紅色的點走 剛才 青色的點 就跟青色的點走 這就第三條線 第四條線 我們現在就穿黃色的點 一個洞 這個一樣喔 他都會著名在黃色的點 你看喔 一樣喔 兩個洞對不對 現在就是一條第三線 一條第四線的 好 我們直接穿過去 第三條線跟第四條線 最大的差別就是 在勾針的地方 第三條線的勾針會比較好穿一點點 好 直接拉過來 好 一樣跟著走 萬一你線不好穿的時候 其實可以轉動這個Puli的地方 看你哪一個最好的角度 你是最好穿線的地方 你就跟著那個角度走 而不是硬邦邦的 就是死在這 放在那邊 然後就不好轉 不好穿 直接就跟著走 好 再進去 好拉過來 沒有問題喔 來再來 這是 現在要穿的是 第三條線的上勾針的下緣 來 好 我叫小編特寫一下 OK嗎 好 再一次 好 好過去了喔 好 直接拉過來 好 那我一樣喔 剛剛這地方是 從下而上 看到那個勾針的頭 線針的一樣 你把它轉到你可以看得到的勾針的頭 看你要在上面 這個地方穿 還是下面這個地方穿 但是 我比較建議從下直接穿上去 才不會 萬一有針線卡住的時候 麻煩 好來再一次 現在是穿 第三條線的 最上緣的勾針 有看到了嗎 來我叫小編靠近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線頭 好 好來 再一次 來喔 再穿一次給大家看 好 有看到線頭了嗎 然後直接 拉過來 好 放著 第二條線跟第三條線 第四條線是完全 沒有關係的 它是跟一二一樣 三四是一組 所以他們兩個是平行的 第一條 把第一支針跟第二支針的針線 也是平行的 所以第二條線怎麼走 第一條線大概怎麼走 大概就是到針的地方才會分開 好 一樣把它穿下去 基本孔都穿下去 再過來 再穿過來 老化一句 還是從右邊的鐵片 這樣勾進去 按架手邊的鐵面 把它繞進去 然後直接把它繞過來 好 這個有三個孔 其實用得到的地方 大概就是兩個孔 然後你看喔 在這邊有一個 紅色的點 一個藍色的點 我們現在是第二條線 所以我們要穿 內圍 紅色的點 好 我穿過去了喔 內圍紅色的點 好 OK 直接這樣 跨山海綿來 重要的地方來 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有兩個洞 一個洞的話 就是兩條線的共用 的地方 兩個洞的話 就是第一支針跟第二支針 分開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第一支針就穿第一支針的孔 第二支針穿第二支針的孔 好 那我們現在就穿 現在共用的這個孔 然後直接 穿過來 然後跨上去 有一個 類似 拖線的地方 有看到 跨上去 一般我的建議 不會直接先跨上去 我會先穿孔過去 我們是第二支針 所以我們要穿內孔 來 再拉過來 來 你穿過去以後 我會把這樣再把線頭 扣到 跨上去 OK 來 再看喔 現在這是一個紅色的點 那我們一定要 第二條線是紅色的點 所以呢 跟著紅色的點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這個 就是怕大家穿錯了 所以紅的要跟著紅的走 藍的跟著藍的走 絕對不會錯 卡克車沒有這個點 沒有這個點 然後看不到這個顏色 也沒有關係 你記得 兩個洞的話 就是一年一條線 一個洞的話 就是兩條共用線 然後 一支針 二支針是一組 三 四 三勾針 下勾針 是一組 好 然後現在看到這個鐵片的問題 其實鐵片直接穿過去 這個我待會再重複穿給大家看 穿過去 好 跨到鐵片裡面進去 直接拉過來 OK 再一次 穿過去鐵片的孔 好拉出來 再跨到鐵片裡面進去 好 直接再來就是穿 紅色的點 那當然就是 第二支針 由外而內直接穿過去 是平行的 好 就直接穿 記得兩支針裝起來的 沒有平行 沒有同時一樣長 是一長一短的 外針比較短 內針比較長 你只要把車針 都裝上去 頂點 定點 自然形成 的話就是一長一短 他不會永遠永遠 除非你有刻意 不然永遠兩支針 不可能平行 平行就是 錯誤的 OK 好 好那我們最後呢 就來 穿第一支針 我們就很可以的 輕鬆穿械 快樂的車考課 夾不去又會很漂亮 然後就隨心所欲 要車什麼 縫縫補補補 都可以 合身 車部邊都OK 好一樣 由右邊 跨到鐵片來 一直重複這邊 只有這樣子 沒有別的方法 你要 跨到左邊 那就是白穿線 再來 剛有兩個顏色 所以現在就是 第二個洞 讓他穿過來 共用點 就是兩條線 同時用的地方 所以呢 你直接 還是要穿到 共用的點 好 那我們一樣 再穿到他 兩個洞 另外一個洞 穿過去以後 再跨上去這個 洞的地方 跨上去這個地方 好 再來 直接 再穿一個洞 OK 剛剛講過 穿鐵片的時候 現在有兩邊 我剛剛是穿右邊 那現在是第一支針 相同的方法 穿過鐵片 拐左邊 第二支針 穿過鐵片 拐右邊 同樣的道理 一樣喔 來 好 拐左邊的鐵片 直接進去 對不對 然後再去 直接穿過去 鐵片 直接穿過去 再過去 拐過去 左邊 的 高溝裡面進去 好 最後一個就是 穿針 只要線穿的正確 都不怕 講 講句會很醜 好 把那個 鋪裡 往 順時中方向走 好 開電 線頭稍微扶一下 慢慢拉出去 好 蓋蓋去 車針先轉到上十點 壓腳才可以放下去 線穿的正確 車出來當然就漂亮 不管你車單層 雙層都是ok的 來 好 穿的漂亮 車出來當然漂亮 所以你想要的感覺就在這邊 這邊拿著 這邊拿再一次 這就是非常簡單的考客四線穿線的方法